各位觀眾 歡迎收聽 收睇 見聞講堂 我們繼續講講香港公民社會的困境 我現在給大家拍拖 這一次已經是第二講 上一次我們已經講到香港公民社會的歷史 由19世紀的中葉 一直講到香港70年代80年代 那些壓力團體和政治團體的出現 我們繼續講公民社會發展的歷史 在香港的情況是怎樣 到了90年代其實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就是香港開始在立法會裡面有直選 我上次講過了 當時爭取1988的直選是不成功的 但是到了1991年 港英政府就開始打開立法會 一些議席讓公眾直選產生的 而也是因為這個民主選舉的出現 令到政黨也都是同時間裡面出現的 其中最重要呢 當時裡面的一個政黨 其後大家就叫做民主黨 支持港同盟 這個民主黨的出現 對整個香港的民主運動 或者政治發展都很重要 但是民主黨究竟是什麼人 去到組成呢 其實他們很多人都是來自我剛剛所說的 就是70、80年代的這些壓力團體 和一些政治團體 你看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就是當時民主黨 成立的時候 是一個記者之代會 你看看這些成員 當然最重要的兩個人 他就是李柱銘主席 另外一位就是司徒華先生 李柱銘其實就不是太屬於 一些所謂過往這些壓力團體 政治團體的一些領袖 他基本上是一個很出名的大律師 主要是通過一些 譬如是專業的團體 譬如是大律師公會等等 在這個前途談判的過程裡面 發揮他的影響力 但是其後他就成為了 一個新興政黨的一個領袖 另一位更加重要 在背後裡面的同事組織工作 當然就是司徒華先生 他就是教協的創辦人 也很多的社會上面的 壓力團體的聯合組織 都是有教協在背後做的身影 所以其實司徒華先生 對於整個香港的社會運動非常重要 你再看看 譬如坐在兩位中間的就是張炳梁 張炳梁就是當時裡面 一個政治團體會點的主要成員 後面你看到有劉千石 劉千石是當年裡面 很重要的其中一個壓力團體 就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 也都是華國界監管公共事聯委會的主要成員 當然還有何俊仁 還有迪志遠 這些都是在樹 黃委員你也看到的 迪志遠和黃委員 其實他們都是會點的成員 這些大堆的人 其實都是來自一些壓力團體和政治團體 所以這個公民社會 基本上就是很多政黨的社會基礎 在香港的發展過程也是如是 最早的民主黨派 其實很多成員都是來自公民社會的組織 我們再發展下去看見 在1997年這個主權轉移之後 香港那個公民社會的情況是怎樣呢 我介紹了一路發展以來 都是說有不同的團體 和有不同的社會運動 我們看一下 在這個主權轉移之後的情況是怎樣 在主權轉移之後 你看到最活潑的 最厲害的一些社會運動 其實包括了一些保育運動 比如說保育天星碼頭 皇后碼頭 或者灣仔的起貼街等等 你看看照片 就是最左邊那個 就是灣仔的起貼街 以前就是一個舊的社區 很多是引起貼的店舖在樹 當時要簽冊的時候 就有很多不僅是年輕人 壓力團體捲進去裡面 他們也有些專業人士 會提出一些重建的方案 什麼雙雅零方案等等 是提回給當時的香港政府的 中間那個你見到就是 很多人都還有記憶的 就是這個保育天星 就是皇后 就是碼頭的運動 也都有一班的年輕人 擋住這些推土機 這樣長時間佔領了那個地方 進行抗爭的 這個是其中一種 就是保育運動 另一種運動就是你看到最右邊 這個七一遊行 2003年之後七一遊行 就是爭取這個人權 爭取民主的一個運動 所以這兩個主題都是最重要的 一個就是這些保育的運動 一個就是爭取民主的運動 總體的思潮 這兩者來講其實都是有相關的 相關是什麼呢 你也可以說他在挑戰過往 百多年的殖民地裡面 一些最根深蒂固的價值觀 這種價值觀 龍應台用了一個很有趣的字 就叫做中環價值 這種中環價值其實就是 說這個社會裡面 香港社會裡面的價值 好像是用中環去做代表 中環是什麼呢 中環就是一個金融中心 也是一個香港的商業貿易中心 這個其實和整個香港 國往怎麼變成一個殖民地呢 其實英國人都是為了經濟的原因 所以拿了香港 為了要和中國託戰貿易 所以一直以來 這個殖民地的統治者 都是看香港是一個經濟社會 主要是一個經濟社會 大家其實對於這個地方裡面來講 都覺得在這裡總之就是賺錢 洗錢的那些 特別是香港很多年裡面 都是一個相對政治穩定的地方 很好的生活 賺錢是很容易的 也有很多地方給你洗錢的那些 所以是一個經濟社會來的 英國人也不願意 就說在社會方面來說 有太多的介入 希望要改造香港本土的一些文化 好像法國殖民地有時候 還帶著這些殖民地的思想 就是希望把法國文化 傳播到某些地方 英國人是沒有這樣的 非常之失望 是一個經濟社會的思維 那個生動一點的字就是 中環價值 這種中環價值 又可以說是發展主義 發展主義 發展主義 發展主義的意思就是 一切都是以經濟發展為主導的 包括了很多的 你看到以前的舊照片 香港港島沿海裏面 其實有些很漂亮的 維多利亞時期的建築物 全部都在這個發展過程裏面拆走了 全都在高樓大廈 商場 辦公室等等 所以發展是壓倒一切 這些所謂有歷史價值 甚至在建築的美感上有價值的 建築群都可以完全拆走了 這就是所謂的發展主義 就是厲害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在主權回歸之後 這些保育運動 他們說什麼呢 就說我們要保護天星碼頭 黃河碼頭 因為有集體回憶 說真的 當時你們說 哪有人有集體回憶 好像我這一代的人 就有集體回憶 我們中學時期 好像我的中學時期 我經常都去大會堂看畫展 看畫展之後 我就會站在這個 黃河碼頭 天星碼頭那裡 看海 當時裡面 是黃河碼頭 正常在那裡 天星碼頭 會搭船過 尖沙咀 這些是我這一代 香港所謂第二代的人 的集體回憶 但是呢 這些第二代的人 很多人都沒有走到 這個推土棋的前面 擋住 去遷冊 這些有集體回憶的東西 反而就是這些 就是年輕人 走去前面 進行抗爭 所以很多人 是依依不捨 走完發 都走去拍照 拍一下這些天星 黃河碼頭 那些這樣 但是真的擋住 都是年輕人去做的 那他們反對的就是 這種中環價值 以經濟發展 是可以壓倒一切的這種思維 他覺得呢 其實我們要有一個 平衡一點的社會 就是有些集體回憶 或者為了環保的原因 都不應該過度去到 就是擴展這種這樣的 比如商業大廈 公路等等 那些這樣 就不可以只是 用這套 就是中環價值去壓倒一切 好了 這個中環價值壓倒一切 那不單止是拆這些東西 你看到我們的海港 為多我們的海港 越收越窄 收到那個地步 那些水流很急的 以前呢 你搭船去離島 很舒服的 現在你搭船去離島 是風高浪急的 因為呢 收窄了兩岸的地方 因為填海 要建路等等 或者建大樓等等 結果呢 就好像那條河一樣 那些水呢 越走越快 就已經沒有了那種 去離島的享受 好了 那你爭取民主也是一樣的 以往在殖民地時期裡面 大家覺得好像是一個 可以借來時間借來地方 特別是第一代的香港人 到了第二代的香港人 開始 再加上第三代 其實都已經覺得 我們屬於香港的 香港是屬於我們的 所以我們已經開始 要去到改善這個社會 就不再能夠借來時間借來地方 那要做自己這個地方的主人呢 那就要民主了 你自己要選舉 你自己的政府出來 自己政府自己選這樣 所以呢 其實都是一個怎麼樣呢 開始視香港為家 香港不是只是一個市場來的 它不是只是在賺錢或是洗錢的 這種視香港為家 自然會發展出一種 保育運動 不論是環境 或者是一些對社群 社區的保護等等 又或者是爭取民主的權利 當時裏面的政治團體 湧現出來的 是有民陣 每年教車遊行 民網 就是民主發展網絡 最早提出爭取雙普選 新力量網絡 也有一班的學者 組成的一些所謂智庫 Round Table 當時裏面很多是年輕人 走在一起 也有很多的交流 出版 做智庫的工作 三十會就是一班人 當時裏面是三十歲的 他們就覺得自己是未來的社會棟樑 他們都組成了三十會 也都是來看一些政策意見 還有普選聯 去爭取香港的普選 保育的團體裏面 你看到一些什麼 比如說本土行動 當時的本土行動 還沒有去到講港獨 這些事情 但是開始就是剛剛所說的 開始關注本土裏面很多的議題 因為這個是他們的家 就不應該只是一個市場 所以在本土行動裡面 對於很多保育的東西 也有很多聲音 譬如其中H15關節組 特別是投入到有關 這個起貼街的保育問題 那反高鐵聯直 當時裏面因為你起高鐵 你要拆很多新界的村莊 包括當時碰到就是蔡元村的問題 那這些保育運動 都是在這些團體的推動下 是進行抗爭的 好了 去到2014年 香港公民社會 那個發展 是面對一個很新的挑戰 那這個就是一個所謂的 佔中運動 或者是雨傘運動的出現 那從2013年3月 佔中三次包括我 就開始推動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那麼這個運動呢 其實不只是一開始就佔領 它用了從2013年3月 一直到你想想 2014年的9月 才爆發這個雨傘運動 它有一年半的時間 在做什麼呢 其實它是捲入了很多的社會裡面 公民社會的團體 是進行商討 還有是推動一個公投的運動 是希望去到產生一個社會的共識 然後向北京爭取一個雙普選 那當時裡面針對的是一個普選 是特首的普選 好了 那這個雙討日 其實你看到 它開始的時候 就是在大學裡面辦的 最早的一張圖畫 你看到 在大學裡面辦 幾百人一起來 那當時裡面 譬如說都算是很成功 但是其實大家覺得 有很多的婦女 勞工跟我們說 大學這些 好像這些知識分子的殿堂 他們覺得在裡面 要去發言 有一種壓力 所以佔中運動開始改變 就是走進去社區裡面 跟很多不同的公民社會 一起合辦 是不同類型的雙討日 那跟那些年輕的投資銀行 可以在中環裡面 是會開一些 午餐的雙討日的會議 但是也都會去到不同的教會 去到跟那些基督徒 天主教徒 是討論民主的問題 那也都是會 跟一些不同的社會團體 譬如一些工人團體 婦女團體 去到他們的會址那裡 是扮相討日 甚至我記得 是當時裡面 有些人 是通過社工 其實主要是通過社工幫忙 是跟社會裡面 有一些無家可歸的人 在油麻地那裡 是天橋底下 是放一些小椅子 進行雙討日的 其後 雙討日 選了三個方案之後 就交給全港的市民 進行公投 這個公投也能夠辦得成功 都是要通過很多公民社會組織 去合作的 譬如說 將他們的會址 學校 教堂 打開出來 是給大家去進行投票 當然有更加多人 是用手機去投票 但是 很多人是不認識的 也都動員了很多公民社會組織 在街上擺站 擺了iPad在這裡 就幫很多市民 可以在那裡 是按這些iPad 或者手機去投票 所以雨傘運動 或者這個佔中運動 其實都是一個 捲入了很多公民社會組織 而發動的一個民主運動 在雨傘運動之後 大家就覺得 有成一百二十萬人 去進行佔領了七十九日 結果都是 無功而還 很多人就會覺得 是很沮喪 所以有所謂散後的憂鬱 散後的沮喪的情況 但是如果我們 從公民社會組織的角度說 其實散後裏面 也有些新的氣象出現 一個方面 當然有些舊的組織 是受到很大的衝擊 譬如是學聯 因為當時被年輕學生 覺得他們在佔領期間 領導不力 特別有關進 和定退 究竟如何升級等等 他們覺得不滿學聯的表現 結果個別的大學的學生會 都決定是退出 即是學聯 所以有些原來的公民社會組織 的確是受到衝擊的 但是也有很多新的組織 在雨傘之後 是陸續去建立起來的 我看到的 比如說有相當多 一些年輕的專業人士 是建立了一大堆的組織 什麼法政會司 幸林省國 那法政會司就是律師 幸林省國就是醫生 前線科技人員 就是很多的 施政觸覺 這些是建築師等等 城市規劃師 良心理政 這些是心理治療方面的專業的人等等 放射良心 就是很多的 一大堆這些年輕的專業人士 組成的散後團體 他們希望能夠在不同的專業 甚至走到社區內心間細作 另一方面 也有很多本土主義的團體 是湧現出來的 好像你看到梁天琦 黃台陽他們的本民前 那樣 也有其他的 甚至是 本土的政黨 也有出現出來的 那這些 新興的本土的組織的話 除了方面 是整合了一堆 就是年輕人 他們已經相信 一國兩制是死的了 不可能一國兩制下面 可以爭取到民主 必須要 香港自己走向一個獨立 有主權 有民主 這種主張以外 其實 他們很重要 就是 除了年輕人之外 他們不斷去思考 那種新的論述 去到為香港尋找出路 無論同意或者不同意都好 他們代表了一種 公民社會裡面的生命力 即是他們不會因為 雨傘運動那種挫敗 就停下來 他們會繼續思考 去尋找一些出路 即使這個出路 究竟是否可以帶動到香港 真正應走向民主呢 還是會引發更大的衝突呢 裡面有很多爭論 包括公民社會的內部 但是不要緊 因為我覺得 其實這種尋找本身 是一種生命力的表現 接著我們去到反送中運動 你見到 其實都有一個繼承在裡面 2014年的一個雨傘運動 其實是有影響到2019年 最少大家就吸收了2014年的一些教訓 反正覺得你要依賴一些很整合的大台 去到大洞的話 分身大洞自己都有很多衝突矛盾的話 是令到你的運動 不知向前或向後的 結果你看到反送中運動 有一種概念就是如水 大家自己執生了 自己就去做領導了 自己就組織起來 將整個運動 是滲透到社區裡面 不同的角落 也都見到就是說 是有不同的 新的一些網絡或者組織 是湧現出來的 這個全民總動員的過程裡面 我們看到譬如說 有一大堆新的工會的出現 我說過散俠裡面 有一間專業人士 組成了的新的專業團體 在這個反送中運動裡面 你見到因為他們要搞三把 結果發現原來香港的工會力量 是很弱的 接著很多年輕人 開始在不同的專業裡面 甚至包括工務員裡面 都開始辦更加多的工會 這個就跟雨傘以後 這些年輕專業的團體 是很相似的 一堆工會出來 也有很多地方的組織 是走出來的 因為當時裡面 要準備選區議員 區議會 結果又湧現了很多地方組織 這些地方組織 其實在80年代的時候 也曾經出現過 一大堆地方民生關注組 其實因為區議會的出現之後 反而我自己觀察到 就是這些民生關注組 很多選了做了區議員之後 這些地方組織 就成為了這些區議員的附屬組織 他們反而沒有很自主的地方 慢慢慢慢的去到 醞釀社會的力量 跟居民去溝通 組織去請員 他們往往都變成了區議員 就由區議員代表了他們 在議會裡面出個議案 射頒稅給政府部門 所以那個所謂 社會的組織的過程 反而就是失去了 這一次的2019的反送中運動 帶動了一幫年輕人 他們帶著一種新的氣派 在不同的地方裡面 產生這些地方的組織 後來他們選區議員 也大勝 那究竟會不會重複回 以前80年代的複設呢 但是我們都沒有驗證了 當時我也寫了一些文章 希望他們能夠超越了 以前80年代的經驗 但是因為他們後來都被人DQ了 結果其實是沒有辦法去實踐 怎樣一方面呢 是裡應外合 議會裡面有一些年輕的力量在樹 民主的力量在樹 但是另一方面呢 希望社區繼續 帶著當時這種魚水的精神 就是發展這種地方的組織 但是這個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看到的結果出來 那無論如何 那麼去到這裡呢 就基本上已經大概講了 就是香港從這個十九世紀中 開放去到這個2019 這些公民社會的組織 和他們推動的社會運動的歷史了 下次我們就開始講講 香港整個公民社會的結構 法律的環境等等 讓大家了解一下 在以前香港裡面 怎樣在一個自由的環境底下 是令到我們香港的公民社會 是這麼有活力的 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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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轍